4月5号,正在大陆参访的马银九一行由重庆飞抵此行的最后一站上海 下机后直奔阳山港区,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参访 阳山港区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深水港区 2022年吞吐量达2391.2万标准箱 阳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则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自动化码头 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 通过构建数字化社会治理平台,实现高效能,一网同管,成为城市大脑 马银九兴致勃勃地听取介绍,做笔记,并与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 3月27号起,马银九带领台湾青年学生先后赴南京、武汉、长沙、重庆、上海等地参访 多维度感受大陆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发展脉动 三一重工曾参与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第三航煞和桃园市、台北市的市政建设 马银九听说2009年台湾88风灾时,三一重工捐献工程机械设备投入救援 他两度鼓掌致意,并举起大拇指,感谢他们对台湾的依据 马银九参观湖南广电时,与生生不息、宝岛记节目组连线互动 对于在节目组实习的台湾青年,马银九鼓励他们把握机会、做好工作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,马银九在重庆枢纽港展区前驻足两久 重庆地处一带一路、长江经济带连接点和西部陆海新通道起点 重庆枢纽港包含国际性枢纽城市、多层级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和国际性枢纽港站三个层级 依托十条对外综合运输大通道,形成东西南北四项联通的对外开放格局 他表示,重庆作为内陆城市,有这样出海路径非常不容易 来到赛利斯汽车两江智慧工厂 马银九坐上赛利斯与华为合作的新能源车体验 并且竖起大拇指,夸赞感觉很舒适 马银九日前受访时说 我参观了企业和许多地方,发现大陆在各方面的发展都非常快 有些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梦想不到的 这非常好,将来双方还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机会